张无忌娶了三个妻子 诞下五子二女 子女成了七个门派的掌门人 那时张无忌在蒙古和赵敏 周芷若结为了夫妻 日子过得逍遥又快活 一日张无忌突然接到了飞歌传书 信是杨潇写的 此时的杨潇成了名叫第三十五代教主 只是苦于陈有亮武功大长 竟带着一群人闯入光明顶 杀的名叫七零八落 原来陈有亮老奸巨华 他得知张无忌退出了江湖 于是寻着张无忌当年的踪迹 竟在昆仑先进 找到了张无忌埋藏九阳真金的洞穴 此后陈有亮又通过宋清书 得知了九阴真金的奥秘所在 陈有亮悟性极高 凭借天赋 竟在数年之内将九阳真金 和九阴真金合二为一 因此当陈有亮杀进光明顶时 杨潇与其他名叫高手联手 竟敌不过陈有亮的三招两式 听闻名叫危在旦夕 张无忌当即收拾包袱 准备独自前往中途 张无忌很快就赶到了光明顶 与陈有亮爆发了一场 精彩绝伦的打斗 此时的张无忌 虽有九阳神功护体 只是张无忌近几年与赵敏 周芷若一夜生歌 早就破了童子之身 无法将九阳神功的九阳二字 发挥到极致 三百招一过 张无忌竟被陈有亮一掌 打在了肩上 轰得口吐鲜血 陈有深知 张无忌潜力无限 却要尽快斩草除根 他黑黑一冷笑 快如电 急如风地朝张无忌 拍出了第二掌 张无忌身受重伤 知道这一掌无法躲避 只能闭上眼睛等死 就在这电光火石之间 一黄影飘然而至 他逐渐轻轻一点 手腕轻轻一抬 张无忌就这样被他救走 张无忌惶惶惶惶 只觉得耳边风声呼呼 他睁开眼睛一瞧 此女不是别人 正是当年图师大会上 鼎力相助的黄山宇 原来黄山宇乃杨国的后人 杨国去世前 曾将暗然销魂掌的修炼之法 刻在了古墓的石壁上 张无忌悟性极高 加之又有九阳神功 与乾坤大挪依的加持 他只花了数个时辰 就练成了暗然销魂掌 神功大成的张无忌 暗暗窃喜 这个时候黄山宇却说道 张公子正门掌法威力虽然惊人 却需要施法者借助黯然神伤的意境 方能发挥出最大威力 不知张公子 张公子最思念谁 只要借助这滔滔不绝的思念之情 打败陈有亮并非痴人说梦 张无忌听了之后点了点头 张无忌认为 凭借自己对赵敏周芷若的思念之情 推动黯然销魂掌可谓是绰绰有余 没过多久 张无忌和陈有亮的第二场对决打响了 张无忌的黯然销魂掌果然威力惊人 打得陈有亮手忙脚乱 只是张无忌在施展黯然销魂掌最后一试 想如飞飞时差了一点什么 一掌没将陈有亮打死 高手过招 胜负就在片刻之间 张无忌的失误让陈有亮有了喘息的机会 陈有亮宾死之下 发挥出久赢久扬的最大奥义 竟反打了张无忌一掌 张无忌口吐鲜血 犹如稻草人一般飞了出去 就在陈有亮补掌准备击杀张无忌之际 黄山女末地现身 和陈有亮拼了一掌 黄山女武功虽高 但哪里会是陈有亮的对手 只听黄山女挖的一声黄吞鲜血 然后倒在地上一动也不动了 张无忌见黄山女为了救自己死在陈有亮手上 不由的悲愤交加 他猛地打出了黯然销魂掌的最后一事 响入飞飞 掌力犹如排山倒海一般朝陈有亮抬去 就在张无忌抱着黄山女的尸首 嚎啕大哭时 黄山女却突然睁开了眼睛 然后咯咯地笑着 你 你没死 张无忌其道 黄山女奄然一笑 道 你这么希望我死吗 只是我没想到 你竟能将黯然销魂掌的最后一事 施展得如此精妙 你对我 黄山女说到这里娇羞不已 脸上好似抹上了两道红侠一般 张无忌自然听得出来 黄山女的言下之意 他望着黄山女眼神中饱含柔情 道 当时我以为你死了 陪被执情大胜 不由自主地打出了 黯然销魂掌最后一事 我对你 可是 可是一往情深 没过多久 张无忌就和黄山女 在古墓结为夫妻 只是 陈有亮虽死 朱元璋却越加如日中天 听闻朱元璋称立之后 要攻打蒙古 张无忌带着黄山女 悄悄去了蒙古一趟 将赵敏 周芷若一定接到了古墓 凭借古墓的断容时 张无忌和赵敏 周芷若 黄山女躲在古墓深处 道也其乐融融 无忧无虑 数年后 赵敏 周芷若 黄山女纷纷淡下子女 张无忌共有七个子女 七个子女都成了一帮之主 武当派掌门 张云松 张无忌将太极拳 太极剑 以及九阳神公传给了张云松 张云松就此成了武当派掌门人 华山派掌门 张建峰 张建峰从张无忌那 学会了正反两一刀法 还从黄山女那 学会了玉女剑法 并配合一门九银真经 作为辅助 其修为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 名教掌门 张光明 张光明从张无忌那 学会了乾坤大挪移 以及圣火令上的武功 继而成了名教第36代教主 昆仑派掌门 张雪峰 张雪峰从张无忌那 学会了正反两一剑法 还从黄山女那 学会了左右护国之术 凭借高深莫测的武功利错群雄 成了昆仑派的掌门人 空同派掌门 张凌峰 张凌峰从张无忌那 学会了七伤权的修炼之法 成了空同派的新任掌门人 古墓派掌门 张静书 张静书乃张无忌和黄山女所生 张静书得了九银真经玉与心经 成了古墓派的掌门人 峨眉派掌门张幽兰 张幽兰乃张无忌和周芷若所生 此女恋成了九银白骨爪 还将峨眉九阳功恋成 成了峨眉派第五代掌门人